在上海,有这样一位哈萨克族老师 帮助接近400位从民族地区来上海读书的大学生成长 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了社会中间力量 并不断地传递着这份爱 我是田兴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金管学院的一名教师 我是80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 原来我们那时候读书要来的时候 从塔顿到我们一起,最长要两天 你中间要住一个晚上 交代有个孝雄叫营水寺源,爱国荣雄 这样一个孝雄深深地埋在了我们的基因当中 我的学业当中 刚来到上海,田兴明也会感到不适应 大学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和老师对自己的关爱 所以,他想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得到关心和帮助 毕业以后,89年就留校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 当初是我们做了一个市场的调研 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适应上海的生活 学习和环境 毕业面临的就业都有很多需要值得关注的 甚至是一些挑战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初我们就策划发起了 阳光运人这样的计划 通过社会资源来去帮助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更好地融入社会 每年在上海的20多所高校中 选拔10位少数民族大学生 由企业家和在校研究生一起 帮助他们规划职业道路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阳光运人第一期 阳光运人活动计划启动一时 就是第一期 这是几几年了 07年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的 毕竟要20年来解决 快20年了 说你有教学,有科研,有行政的工作那么忙 在做这个事情你有这个经历吗 不觉得它是一种压力吗 那我的感受回答就是 我说这是一个快乐子 就像我要跑步一样 已经是一个习惯 那我觉得做了这件事情 我不是忙碌 不是压力 而是你觉得很有意义 发展到今天呢 有150位的企业的导师 帮助的要接近400位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我们今天就抓回来看一下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受益 而且这也是我 就是坚定留在上海的原因 现在我也成家立业了 孩子也生在上海 从这个项目呢 走出来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少数民的学生 他们有的留在了内地 成为了这个内地教室发展的一份子 有一些学生呢回到了家乡 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在学习那个田老师的模式 关心一些有希望能够做出来的学生 有一个贵州的学生叫绕俊 家里面是非常非常贫困的一个学生 他捐了个人捐了十万元 作为阳光云的发展基金 我本身这个家庭当中 那就是这样多民族城市 你像我太太 她爸爸就是俄罗斯 她妈妈就是打我儿子 我们生活从小 生活那个环境 和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地区 给我们内心所带来的 就很简单 他常常讲 看到孩子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 阳光和自信 看到他们快乐的成长 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包括我女儿现在也是在从事的 这样一个公寓的工作 虽然我们女儿他们 有时候可能没有当着你的面 说你们做的很有意义 但是我觉得 他们只要能去从事这项工作 就说明这件事情有意义的 目前田新民有了百成千人计划 选一百个城市 每个城市与十位少数民族同学结队 一年就有一千位同学得到帮助 这样的模式也辐射和复制到了 苏州 郑州 合肥 济南等地 我们作为一个教师 在培养这些少数民族的大学生 实际上每培养一个优秀的 首先是合格的 优秀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就是拨下来一个民族团结 它们开发会结果 所以我们开发会结果 我们开发会结果 我们开发会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